滥用外籍机师 滥用外籍机师 恐酿飞安危机 机师工会抗议国境解封 但外籍机师却不减反增 指控长荣航空聘佣的外籍机师 占了全公司的四分之一 而且从2010年的200人 到现在已经增加到400人 整整成长两倍 不只造成我国籍机师的就业权 长期被排挤 可能还会有飞安危机 他的背景 他的条件 他的飞行经验 是不是有曾经违规的事实 公司有没有去核实 他的飞行经验 公司单凭一句 仲介会帮我们核实 我们相信仲介公司 质疑和仲介公司有利害关系 而聘用大量的外籍机师 对此长荣航空发声明反驳 表示公司内的外籍机师 只占全体的20.7% 而本国籍机师则超过79% 另外针对不同机型的检定证明 长荣也表示 聘用未取得该机型的 有效检定证明的外籍机师 都要接受 严格的机型转换训练 并通过考核 绝对没有安全疑虑 也没有违反法规 不过先前劳动部 公布国内的薪资排行 第一名救世机师 契约的经常性薪资 落在27.8万 甚至比台积电工程师还要高 而外籍机师 大约会再比本国籍的机师 再高10% 等于每个月多了将近三万元 前机师也点出 因为在国外 要飞其他机型 得花一大笔费用换装 所以会有不少外籍机师 到台湾飞了不同机型 再回国就能升级 是否压缩本国籍机师的就业权 劳资双方各有立场 但民众更在乎的是 非安问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